民众拿着望远镜 欣赏空中英姿百态 这是在马家乡里那里部落 明年九月中至十月底 约有三至四万只赤腹鹰 及国庆鸟灰面狂鹰 迁徙路线会行进里那里部落 令游客感到惊喜 因为我朋友也是鸟友 所以他们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在约 他们是上个礼拜就去满洲那边看起落鹰 想说反正我们离这边比较近 所以就来这边看 就是想说一年一次让孩子过来 看一下那个老鹰南迁这样子 让小朋友知道说 台湾原来还有这个猛情过境这样子 茂馆处特别与高雄市野鸟学会合作 这里那里部落推出 理应如此赏鹰游活动 由野鸟学会资深讲师群带领 让游客轻松赏鹰 捕捉到老鹰成群飞跃 盘旋的盛况 从2017年到2018 2019 我们渐渐的发现这里的鹰群 来自于我们的老龙溪 还有男子仙溪 然后来到爱辽溪 这个屏东里那里 这个地方聚集 而且它会在这个地方过境 那这里的起因过境的数量 真的非常的多 让一般的民众能够了解一下 在地的一个过境的猛情 因为我们毕竟这边还有一些的鹰群 像黑渊跟会面狂音 这个都是 还有大关九都是我们这边在地的 那我们办了这个活动 也是说为了要活络我们的在地部落 离那里部落有台版普罗旺斯美称 景色优美 贸管处希望未来里那里部落 能成为南台湾猛情观察的新亮点 同时集合部落内鲁凯及排湾族文化与产业 规划一趟富有自然 人文及生态的部落轻旅行 贫冻新闻 张如荫 刘建荣采访报道